今天视频为您带来的2023中场联赛第25轮 武汉三镇对阵苍州熊师的较量 好像最后落到了邓汉文的脚下 但是传的也不太准 张晓斌 邓汉文 内部有戴维森 邓汉文传中后点空了 韦诗豪投球 球进了1比0 开场第11分钟 韦诗豪的进球 帮助武汉三镇获得了领先 这个球呢 赛罗熊师的防守 还是没能完全阻挡对方的 这次进攻的尝试 无论是右侧的船中 还是左边最远端 远点的投球包抄 赛罗熊师的防守都不太到位 邓汉文的船中助攻 韦诗豪的得分 看这个球 燕子豪的注意力被内部的戴维森吸引了 没有能够及时地靠近邓汉文 而在另外一侧的朴士豪 也没能完全贴住韦诗豪 这个球飞过了他的头顶 被韦诗豪后过正着 而且是顶在了朴士豪的胳膊肘上 有一个变相弹进了球门里头 刚才这郑海木的凌空解围 没能把球踢到自己的身前去 也没有踢出界外 韦诗豪又来 韦诗豪冲向禁区 自己射门 好球 世界波韦诗豪梅卡尔路 第三十三分钟 韦诗豪的第二个进球 武汉三镇2比0领先了 今天的韦诗豪从开场就可以看得出来 带着杀气在比赛 拿球非常积极 我们好多次看到他回到后场去拿球 在中场就开始带球突破 然后左侧右侧也哪都有他的身影 这一切的故事还都要从郑海木的解为题词说起 中场过渡之后 韦诗豪在对方的两线之间拿球 在后方球员和中场球员 并起来把他包围之前 及时的完成了射门 射门的角度也要的非常刁 有变相吗 有一点打到了郑海木的胸口上 这球要是郑海木不蹭的话 说不定会打偏的 运气也站在了韦诗豪这一边 左侧位位置上唯一的选择了 苍州熊市的脚球 奥斯卡跳得很高 但是球没有到他的面前 湖顶的争夺 李昂把球顶到侧面 什格里奇 也看是其中后场的球员 但是号称苍州奇达内 这个脚下还是非常好的 锦区里边郑海木 脚外侧的一脚花式的射门 把球蹭向球门 这个球突然性非常非常强 有点做的反应也很快 严顶浩右边空了 凉 身材高大 但是启动这下还挺快的 老斯卡特就点下来 阿乌苏的机会 阿乌苏 这个球是适合阿乌苏发挥的场景 哇 这样呢 武汉三镇今天2比0击败苍州熊狮 赢来了今年联赛的第一次三联赛 偶然体育提供海外用户专线 无线畅游腾讯 咪咕等视频网站 提供中国所有省市体育台 观看直播中超CBA赛事等等 20元每月可免费试用两天 高清不限流量 微信654733咨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